10月24日晚 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届曙光杯辩论赛决赛在浙大医学院俯楼举行 比赛的论题让人耳不一心 成人网站应不应该合法化 比赛开始前 赛场里就挤满了观众 大家兴致高昂 期待着辩手们的精彩表现 比赛开始后 辩手们各自阐述了几方观点 正方认为应证实人们对性的需求 凡方同学则考虑到了成人网站对青少年产生的危害 并认为政府现阶段的监管力度不足 双方随后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请问 如果政府这样合理化的话 那有什么必要呢 不是进一步推进的色情情色内容的传播吗 这方面我刚刚提到了一些政府执行力不好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个网站上获得更好的知识和教育和体验 曾经接晓前的问答环节中 在场观众积极发言 辩手们的回答也幽默风趣 引发了全场大笑 最终 正方正名辩论队以高于对手两分的成绩 摘得了本次比赛的桂冠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学院最佳辩手 全人网站应不应该合法吗 其实这个辩题的话 比较敏感的话题更容易能吸引眼球的 第二个问题的话 政策辩的话其实和这些合法 然后应不应该这类的问题其实是密切相关的 比赛最后 来自校里与形象管理中心的谭老师 就比赛中选手们的表现加以点评 并从学会相互尊重 学会思考与讲话的艺术等方面 就如何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做了简要发言 赵大电视台记者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